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對應經濟放緩,更多政策出台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市升了184點,收報26848點,成交有721億 近期大家最關心的議題,開始由中美貿談轉到全球經濟放緩 大家都知道,中美貿談開始有些成果 當然,距離正式簽約還是艱難的 還會有很多反復起伏的情況 中美之間還會有角力 不過大家都知道,意願就是 美國總統特朗普,由以前說法 不會簽部分協議 一定要全面協議,以及一定要有利美國的協議 到現在改變了 他願意簽一個首階段的協議 然後再談第二個階段 所以大家都知道 應該會談得成第一個階段 因為你看看放什麼進去 難談那些就不放進去 所以第一階段的協議 幾大機會會談得成 現在都說到 會在11月APEC會議 中美雙方領導人應該都是集特會3.0 見面後才會簽 好了,暫時這件事情 就放一放 現在焦點到全球經濟放緩 這個問題上高 現在,預期全球都會繼續經濟放緩 不過也預期更多政策會出台去支持 逐個國家這樣說 第一個,內地 明天,即是星期五 就會公佈第三季度GDP 路透社綜合60間機構預測的中值 結果就是 即是中間值 結果就是 預料GDP會輕微放緩去到6.1% 雖然九月的工業、消費有望改善 但不足以扭轉第三季度 經濟下行的趨勢 預期明天公佈會放緩到6.1% 經濟放緩 其實早兩天 總理李克強已經說了 預期經濟會繼續放緩 還是艱難的 他說完 內地的情況就是 如果總理說 以及開座談會 找了很多省的省長出席了 這個座談會 論完一大堆事情 不是就算了 通常就是說 論證完之後 就會回去 即是中央會想一些對策 首先 對策 當然會放一些水 不過也都說明 不會大水萬灌 那放什麼水呢 今天內地 就放了 2000億元的一年期MLF 即是中期借貸便利 所謂俗稱的麻辣粉 這個令市場感到意外 因為之前沒有什麼 預計到會在今天放水 放了2000億 中標利率依然是0.3% 即是中標利率持平 放了一年期2000億MLF之後 市場對短期減息的機會 就降溫了 因為放了稅出來 事實上 短期減息的空間 的確是小一點的 講減息 因為為什麼 減息可能會刺激通脹 現在大家都知道 內地的CPI比較高 由於那個豬價 那些物價是比較高 所以就很難說去大幅減息 但是市場又缺水的話 就要通過一些央行做的市場操作手段 好像這個MLF就是一種 另外 還是有機會會降準的 好了 既然做了這個3.3% 做了一次2000億元MLF之後 大家對減息的預期降溫之後 也都反映出市場 就是繼續需要水 去托著那個經濟 那對第四季的GDP 會不會有幫助呢 我相信是會有幫助 事實上 大家一直看中國經濟 是沒有那麼好 不過也都有一些信號 走出來了 就是覺得 它有一點 可能是 有些 接近回穩 不要說它反彈 是回穩 就是在低位那裡 開始找回穩定的跡象 包括什麼呢 包括公佈的 前三季度 央企累積實現營收 增長22.1 收入去到22.1萬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5.3% 累計實現淨利潤率 是10567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7.4% 這個效益 是比1至9月 比1至8月高 是快了多少呢 是快了0.5%的 而且已經是連續兩個月回升 那就是說 那些央企 大型企業 它的利潤率 開始回升 那這個通常都是一些 經濟足底 足底的一些信號 剛才說到 足底它不是馬上就會反彈 我們還要看什麼呢 還要看下個月 即是11月初公佈的10月份 PMI會不會漏轉 因為為什麼呢 在9月份降準了 全面降準和部分 定向降準 及共釋放了9千億元人民幣出來之後 對那個經濟應該是會有幫助的 大家都看到 最近公佈的新增貸款 和社會融資規模 也是上了去的 理論上 應該對 接下來公佈的PMI 有這個刺激作用 官方PMI 在9月份已經回升到49.8 看看會不會 11月初公佈的10月份 PMI上回50牛熊分界線 聖衰分界線之上 如果是的話 也是一個回穩的跡象 所以就是說 今天的題目 對應經濟放緩 更多政策出台就是這個意思 不單止中國 會面對經濟放緩 推出更多經濟政策 去支持經濟 其實其他地方 海外的地方都是 好 又是逐個市場這樣說 好像美國那樣 昨晚公佈了一個確皮書 就是聯儲局那些地區的 那麼多間 12間地區銀行在這裡 講一下它的經濟情況 出了一本確皮書 反映出商界的看法 商界認為美國經濟 還是繼續擴張的 但是很多企業 已經下調對前景的預估 就是經濟放緩 下調預估 雖然家庭開支仍然穩健 但是製造業就持續下滑 因為那個ISM的指數 就跌了很多 製造業指數 不過美國就不是靠這個製造業 它主要八九成的GDP 都是由這個服務業為來的 貿易關係緊張 令到全球經濟增速放緩 就拖累美國經濟活動 美國農業的情況也都惡化了 貸款量只是溫和增長 住房市場幾乎是沒有變化的 這些種種 就搞到大家對經濟前景 就有些擔憂 即是美國經濟都是面對一個放緩的跡象 講完這個報告出來之後 現在市場對於美國十月份減息的機會率提升 提升了去到多少呢 去到九成了 即是又是這樣 面對經濟放緩 更多政策會出台 又是美國面對經濟放緩 就是預期會減息 即是減息預期升溫 所以都是有利美股的 美國之餘 還有其實 德國和日本都是面對經濟放緩 德國是作為歐洲的龍頭 但是它的經濟很差 PMI製造業指數跌到十年低位 跌到四十幾 大幅低於五十 德國央行行長毅德曼就說 德國可能實施一些額外的財政政策 即是他覺得經濟前景需要額外做一些措施 即是政府做一些財政政策 因為現在德國央行 即不是德國央行可以推出貨幣政策 要這個什麼 要這個歐洲央行才可以推出的 所以現在德國央行 他就不能夠說引人子 他只能夠呼籲政府推出一些財政政策 所以亦都說對應經濟放緩 就會有更多政策出台 就是這個意思 至於日本方面 據《日經新聞》報導 日本政府計劃在下個禮拜 所謂計劃下調十月份 不是 是十月份的經濟的評估 即是也是 經濟向下滑 既然政府會下調經濟評估 預期日本政府或者日本央行 都是會有一些政策出台的 所以很明顯 中國、美國、歐洲、日本 其實都是面對經濟下行 都會有經濟的措施 政策會出台 對應防止經濟下滑 好了 細銀也好 IMF也好 準備都是調低經濟預測的 最後香港方面其實一樣 近來香港經濟大家都知道 基本陷入衰退 香港政府剛才報告 有些政策出台 例如房地產政策 有些刺激作用 所以整體來看 現在我們第四季的焦點 應該落在 各國政府 如何應對經濟放緩 推出一些措施 會不會能夠支持到 整體經濟回穩 不要扭轉 回穩 我覺得 都是有機會的 因為大家都在做事 好了 既然市場知道 各地都在做事 那怎麼辦呢 市味又好些 大家看看恒生指數這幅圖 連續第二天 手在這條短期下降軌之上 昨天跟大家已經報導了 已經轉了做綠燈 經濟日報的文章 即時在網站的文章 都說了 轉了做綠燈 今天就收在其上 那現在呢 暫時來看 就是27,000關 心理關口 不是那麼容易升穿的 以及 就算升穿27,000關口之後 還有這個位置 就是9月13日 這個高位 27366 你要升得穿27366 中線才會轉綠燈的 當然升穿這個 收在其上 記住要收在其上 有機會就是小商底成立 那時候中線就轉綠燈 現在只是短線轉綠燈 短線轉綠燈 就會受制27,000關口 以及27366 9月13日高位 那國企指數 昨天就未升穿這個下降軌 今天都升穿了 所以各指都轉了做綠燈 各指其實升得慢些 最主要因為 內地的市還未向上突破 那看看明天公佈了這個PMI之後 有沒有機會向上 因為現在呢 純正指數就是在營造一個頭肩底形態 那要升穿項線 項線呢 在這個7月2日高位呢 就是3048 最好是3050 升到上去收在其上的話呢 有機會出現頭肩底形態 那升不穿的話呢 它就會是一個橫行形態 那近日其實呢 貿易戰也好 什麼都好 內地經濟的情況 這個又放一些水 其實呢 人民幣呢 都是有些反彈的 你見得到呢 這個是一個頭肩頂形態來的 那美元兌人民幣呢 現在又去回7.08了 即是呢 人民幣又轉回強 昨天呢 曾經約過去7.1多 現在又7.0多了 那7.0多的話呢 那如果很幸運的話 美元兌人民幣 應該呢 就去回7算 就是7這些心理關口 那麽上下的 看看能不能夠 在這個月之內實現 那至於美股方面呢 其實現在呢 也都是在炒 說減息 剛才跟大家說過 減息預期升到九成了 那所以導致呢 加上業績期 那些業績出來都不錯的話呢 就刺激到它呢 都叫是連續 都是洋足洋足洋足 雖然昨天跌22點 但是其實都是洋足來的 短期下降鬼升穿了 那麽上高這條呢 就是上高這個阻力線 大概273這水平 那麽同歷史高位呢 其實相差不遠的 歷史高位就是7月16日所做的 27,398.68 你當它27,400 那麽其實都不遠的 現在收在27,01點 那你400點左右呢 就是1-2%的市 所以呢 不要說沒有機會 它如果減息的話 是有機會的 經濟放緩 但是有減息 所以市場反而是 有機會衝上去 那麽美國10年期債息呢 亦都是了 那減息 那為什麽不是息落呢 因為避險情緒降溫呢 反而那個息就會升上去 那麽這個其實呢 在講座上都有跟大家講過的 那麽現在的息呢 其實如果每次債息向上呢 就即是避險情緒降溫 反而是有利的股市的 那麽減息其實有利的那個 那個避險情緒降溫的 那麽現在來緊 大概1.9厘這些水平 這個高位 在9月13日所做的 就是1.91厘 如果升得穿 收在其上的話 就會高低卻或少傷抵成 如果不行的話 就是一個低位橫行區 那麽我覺得是都是有機會的 港股方面 提供兩隻藍炒股 第一隻是匯控 匯控下降跪升穿了 今天呢明確收在這個小傷底 或者高低腳之上 你見到很多那個走勢上高 譬如說十年期債息都未升穿 這些高低腳 這個恆子未升穿這些高低腳 國企指數未升穿這些高低腳 那個項線 匯豐升穿了的了 率先上去 那麽六尼幾息 那麽我都在這個上星期五講座 都跟大家講過 這隻高息股值得大家留意的 那麽結果這幾天都真是不負所望 升了上去 那麽另外一隻呢 就是近來受惠本地施政報告的地產股 就是新世界發展 今天升3.9% 這隻升了上去之後 如果它能夠回到項線附近呢 大概是9月5號的高位呢 就是10.74 大概10.8這些水平呢 都可以考慮的 因爲都幾漂亮的走勢 那麽有機會都是 可能會再升多一成 或者成半這樣 十二三元這些水平都有機會到的 那兩隻如果要選呢 我就首選都是匯豐先 那它升幅沒有那麽多的 就是可能都是不夠一成這樣 但是爲什麽首選呢 高息的嘛 穩陣的嘛 那麽這些時候 都不是說很薄的時候 那麽再回答多謝地產股 新世界都應該夠大家 這陣子可以去考慮的 好了 今天分析就是這麽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